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黄之贤 今天想讲一件江西少年的悲剧 官方警方已经召开记者会 根据证据跟录音笔 最后证实胡同学是因为他自己想不开 现场直播而且也接受了记者的提问 披露了很多的细节 整个纷扰猜疑 大众惊疑不定的这个事件 最终尘埃落地 今天我们在上饶延山召开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邀请到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省公安厅指导组组长胡满松先生 上饶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指挥部副总指挥 徐天忆先生 延山县委书记 威延先生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技术处副处长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指挥部 技术支撑组副组长 陈坚先生 延山县教体局局长 陈科先生 请他们介绍事件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面先请胡满松先生做介绍 各位媒体朋友 2022年10月14号 我省上劳市延山县志远中学 高一学生胡某宇时中 事件发生后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组织有关部门和各方力量 持续开展了搜查搜寻工作 2023年1月28日 胡某宇尸体被发现 在国内权威行事技术专家 现场指导下 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 通过开展调查访问 现场勘察 尸体检验 物证检验鉴定等工作 认定胡某宇系 致意死亡 尸体发现地 系原始第一现场 现家有关情况 通报录下 一 尸体发现情况 1月28日 一时二时 二十五分许 延山县公安局 接到某粮库之工电话 报警称 在粮库院内 树林中 发现一具 疫调尸体 接报后 公安机关 迅速派员 赶到现场勘察 发现死者 伊卓裕 二零二二年 十月十四日 志远中学学生 胡某宇 失踪时 一着一致 随机三请 检查机关 派员监督 邀请 家属代表 及其委托律师 全程见证 1月29日 公安机关 经对死者 生物检裁 进行DNA检验 确定死者 系胡某宇 二 现场勘察情况 尸体发现地 位于 延山县河口镇 京基山区域的 某粮库院内 粮库占地面积 92亩 内有仓库 宿舍 等建筑20栋 建筑物占地 8000余平板米 四周用 红石 细成围墙 高度 约5米 围墙外侧平整 内侧 形成阶梯状 中心现场 位于 梁库院内 北部挖地 株树杂林中 挖地高低落差 约6.3米 株树杂林 呈不规则的 狭长条形 面积约 9300平方米 中心现场 北面 是东西走向的围墙 仅靠围墙外 有一扎土堆 扎土堆高度 低于围墙 约1.5米 扎土堆 与围墙间 有两颗树木 树木 高于围墙 围墙内侧墙体上 伸展一颗 向内斜深的树木 树高直径 约11厘米 弧某与尸体 异掉于 该树树干的 凸起处 悬挂点 距离地面 4.5米 与围墙顶端 垂直距离 0.61米 尸体上身 穿黑白相间的 连帽运动服 前后反穿 下身 穿黑色运动长裤 双脚 穿深色袜子 尸体颈部一锁 有两根白色鞋带 相接而成 尸体住间 自然下垂 距地面 1.47米 尸体下方地面 发现两只 白色回地牌 高斑防部鞋 鞋上均无鞋带 且 若有脚多枯叶 左鞋内侧 鞋肩部 鞋根底部 沾有 绿色台鞋 右鞋内侧鞋肩部 有台鞋插痕 鞋底部 沾有大面积 绿色台鞋 经检验鉴定 与围墙 绿色伸展的台鞋 一致 在靠近尸体头部的 围墙 绿色 红石突出部位 发现 黑色录音鼻子 在中心现场 没有打斗 和脱拽痕迹 三 尸体检验情况 活摩与尸体 高度腐败 大部分皮肤 皮革样化 头皮 未见出血 全身骨骼完整 颅骨 脊椎 及胸肋骨 均未见骨折 部分牙齿 因牙龈腐败 脱落于现场 牙巢骨未见破绳 胸腔腔 未见出血 各战器在位 无缺失 但均腐败 搞完 未见省三 经多检验 胃组织和肝组织中 均未检出 残健的荣药 鼠药 安眠症境内的成分 亦所为活套 烙井 形成壁黄 颈部残存皮肤 皮革样化 可见 条心锁勾一条 锁勾边缘 卵组织腱出血 出血部位 与死者疫调体位 相吻合 符合 生前一锁 压迫行程 位内空虚 推断死丸时间 距末尺仓后 四小时以上 根据尸体腐败神度 结合单地环境 及气候条件 胡某与尸体 符合 长期暴露在室外空间的 各种特征 四 对胡某与心理 刻画情况 经心理专家反弹 分析 结合 胡某与 失踪前的行为 认为 胡某与性格 内向温和 孤独 在意他人看法 少于人做深入的思想 情感沟通 情感知识缺失 缺少情绪的宣泄渠道 才有必是想法 具有随时随地 在书本上记录 自己的情绪 想法的习惯 2022年9月 到志远中学就读以后 因学习成绩不佳 造成心理落差 加之 人际关系 青春期冲动 带来的压力 造成了 胡某与失踪前 心理状态失衡 表现为 入睡困难 早醒和醒后 难以再入睡等睡眠问题 存在 注意力难以集中 记忆困难等认知功能障碍 存在 内究自责 痛苦 无力 无助 无妄感 无意义感 等情绪问题 禁食出现异常 有明确的厌世表现 和 轻声取向 五 录音笔 检验鉴定情况 经公安部 鉴定中心 对录音笔内 音频文件 进行恢复 与 胡某与生前 流程的语音 进行了 声文比对 结合调查情况 确定 在现场 提取封城的录音笔 戏 胡某与 持有使用 通过对 录音笔中的音频文件 进行综合分析 录音内容 不存在 人为合成 篡改等情况 2022年10月14号 17时40分 23时08分 胡某与 录制的两段音频 清晰表达了 自杀的医院 对胡某与的不幸 我们深表痛心和惋惜 对其家人的悲痛 我们也感同身受 胡某与失踪以后 管达群众热心参与搜寻 积极提供线索 对此 我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 一百多天 才发现胡某与下落 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 不断改进工作 那我就通报 上述这些情况 谢谢大家 这个是让人很哀伤 很哀伤的一个结局 胡同学用 用让整个社会 不舍的方式 决绝而去 这让人很遗憾 这里面让我也想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记者会开的 官方的态度很严谨 很诚恳 也立刻回应了 外界的质疑 解说非常详细 也表达对胡同学的哀悼 对各界热心的感谢 对于发动了大范围的搜索 地毯式的寻找 但最终没有办法 成功的找到 胡同学的遗体 警方也承认 他们的工作是不足的 其实是没做好 这个呈现的态度 我觉得就对了 那事实就是这样子 所有的处理跟面对 第一个原则 就是诚恳的 面对承认 要道歉的 或也要质疑的 都行 但是诚实 诚恳 我觉得就是对的 而从胡同学失踪 到遗骇 被发现 再到警方的 汽车会 一锤定音 这中间的 一百多天里面 有很多事情 样态跟现象 其实很值得 我们去观察 去讨论 这场悲剧 胡同学失去了生命 可是我想我们整个社会 要学习 要学习到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 所有的质疑 就是从胡同学 在学校不见了 这句话开始 他如果出去了 摄像头就一定拍到 我们现在好像 尤其是在大陆 大家都摄像头 都有一个迷信 就相信你走到哪里 都会无孔不入的 被监视到 被拍下来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很难相信的 大家都认为 不可能有监控 排不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从学校 一路到 遗骸被发现的 这整个的路线 确确实实 监控排不到 这是你现在就可以实验 证实的事情 所以监控有此角 第二 家属对于孩子不见了 质疑学校 他的焦虑 他的悲伤 他的愤怒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扩散在网络上面 就会有各种 有根据的 或者是没有根据的 各种质疑跟猜测 像万马奔腾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掉 在自媒体的时代 每一只手机 都是声量 那网民 他不管是讨论 还是研究疑点 也认为说 引起社会的关注 警方就会加大力度调查 但是 还有很多人 他志不在破案 而志在造谣 或者志在流量 或者志在引起不安 越是骇人听闻的谣言 越是可以博眼球 增加流量 那有的人是真的 本来就是在掀起 各种谣言 各种带节奏 那到最后就是 参与谣言的 制造谣言的 参与谣言的 传播谣言的 越来越多 越来越惊悚 那你有些 你还有一点点根据 有一些是连根据都没有 那个想象 已经到外太空了 古说八道的人 真的不要付代价吗 再来 大陆的刑事侦查的一个制度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简单来讲 刑事不立案 不代表警察 不调查 很多网友 在初级 听说说 家属要求立案 警方说不立案 那就觉得说警方不公正 那网友就以为说 警方说不立案 那就不调查 那一个人不见 怎么可以不调查呢 回归到法律 大陆的刑事立案 这四个字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是经过审查 认为依照现有的证据 有犯罪的行为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才刑事立案 所以呢 失踪案 家属去报案 警察当然就接到案子 就开始调查了 那警察初步调查 这个失踪案 如果有侵害的迹象 那就变刑事立案 如果整件事 不存在犯罪的可能 不存在侵害的迹象 那就不行事立案 所谓不立案 就是不行事立案 但是警方还会调查 所以警察一直说 不予立案 不代表 不调查 我发现 我也相信很多人 是真的听不懂 我说警察不公正 警察包庇 但其实不这个意思 这个在台湾 也就是说 像检察官 要立一个刑事案件 他就是要有相当的证据 没有相当的证据 他不能够刑事立案 这一样的意思 很多人是误解了 不立案的意思 而从警方透露的 录音笔内容 还有他生前手写的笔记 还有胡同学 打电话给他母亲的电话里面 其实很清楚 他有非常严重的 精神抑郁的一个状况 那你想想看 一个15岁的孩子 他个性很内向 很温和 很乖巧 他在意别人的看法 过去功课不错 可是到新的学校 也有功课不好 他又没有情绪宣泄的管道 他住校 没有跟家人在一起 他没有情感支持的力量 远离家人 而学校的功课的压力很大 他跟谁说啊 这15岁的孩子还在成长 他有太多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 懵懂 那好几次他打电话 跟家人诉说 跟妈妈说 他想回家 他不要在学校 他要回家 那家长劝说 通话劝说 后来他的母亲跟哥哥 又到学校来劝说 那很显然 家人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留在学校里面读书 其实他发出求救的讯号 但最后 最后的结局是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找到 脱离他现在这个压力锅的机会 他没有机会 这是家长的部分 而学校的老师 整个学校可能也没有办法 有机会看到说 这个孩子 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在边缘了 已经崩溃在边缘了 所以我不晓得 我不太了解 学校有没有一个辅导老师 是可以为他做心理辅导的 大家都经过青春期 我在台湾读北英女的学校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届 都会有同学想不开 学校严密防范 就是防范大家想不开 因为每个学生到北英女之前 大家都是第一名 全班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 结果你到北英女一看 哇 每个人都比你厉害 而且功课好 又聪明 多才多艺 厉害的人太多了 你所有过去的成就感 根本不止一体 所以压力 山大 而学校方面 想到的方法就是 想办法 让学生降压 比如说 每次考试 不公布名次 就每一个人自己去找 就有个代号 你自己去找 你是第几名 他公布出来的名次 是只有代号 没有人知道别人的代号 所以你不知道 别人第几名 就不让你比较 他只是想办法 因为升学压力就是很大 每个人都想考第一名 每个人都想念第一支援的学校 放在大陆 谁不想念 谁不想念第一名 985 谁不想 但这么多人 只有这么少的名额 那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然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他面临到 社会就是这样 生存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想办法 你要如何 你这一生 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快乐 这是一个核其大的一个功课 非常难 真的 15岁 他对世界也是懵懂的 对自己也是懵懂的 对一切都是不懂的 15岁本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 如果说他即使功课不好 他也会被了解 他也会被接纳 那会不会好一点 那是不是如果家庭啊 学校啊 可以在心灵跟情感脆弱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心灵的捕手 可以把这个最脆弱的心给接住 这会不会好一点 凡事都没有如果 我也不是马后抛 之前成都49中 有一位男同学 也是很不幸 想不开 而他的母亲 也一直认为 他的死亡 跟学校 有莫大的关系 而当时甚至 有别有用心的人 好像闻到一个什么味道 连夜坐高铁 要到学校去闹事 还发了帖子啊 要去闹那个维权的事 直到后来 找到了孩子的遗书 也证实了孩子 是自己想不开 我想这位孩子的母亲 那种悲伤跟崩溃 恐怕没有人可以理解 但他的母亲 这才知道 虽然孩子 是住在家里面 跟自己每天见面 感情也很好 但是 他是多么的不了解 自己的孩子啊 真的 很多孩子有事情 是不会告诉爸爸妈妈的 我在想 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是要能够接受 自己的平凡 你可以接受 自己的平凡 你才能够面对挫折 而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平凡的 我们都是不够聪明 不够优秀 我们不够漂亮 不够高 不够强壮 我们不有钱 那么如果 我们没有什么伟大的功勋 我们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 如果 如果 我们不能够出人头地 如果我们不能够成龙成凤 如果我们不能够光宗耀祖 如果我们不能够考第一名 难道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 就没有意义吗 难道说 只要我遇到挫折打击 我受了伤 我这个人 不完美 那我就没有意义了吗 我这个人 在这个世界 就没有意义吗 我始终相信了 一枝草 一点鹿 你生命 只要尽心尽力 只要无愧于心 就是一百分 尽心尽力 无愧于心 就是一百分 而寻找生命的意义 是一生的功课 你花一辈子去找生命的意义 但是快乐每一天 是生命的动力 拜托 千万不要用成绩来决定孩子的价值 也不要用职业 用收入的高低来判定人的价值 每个人的天性都不一样 所长也不一样 你让孩子有机会去走一条 跟他的专长 跟他的个性 比较接近的一条职业的道路 让他可以有面对挫折的勇气 而且 让他有快乐的能力 不是你考第一名才能快乐 这可能是比 花很多钱 让孩子进私立学校 或者是去找学区房 更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